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双视宠飞2目前正在火热播出中 即使这部剧的剧情发展非常迅速 却仍然挡不住直观群众们 不不及待想要再看下一集的热情 这也是说明了 这部剧受欢迎的程度有多么的大了 在这部剧中 谭儿与墨连城本就是一对情侣 但是因为一场阴谋 墨连城来到了现代生活 等到墨连城找到现代的谭儿时 两人却又一次穿越到了冬月大陆 由于这一次穿越时间的变化 冬月国已经存在了一位八王爷墨连城 所以新带来的墨连城便换了一个身份 敢名为刘伤潜伏在八王府做一位谋士 而谭儿则成为了八王府的一位婢女 虽然谭儿没有以前种种经历的经意 但是她对刘伤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也正是因为这种感觉 谭儿总是表现得对刘伤非常的亲近 原本八王爷墨连城是不在意的 但是后来墨连城也喜欢上了谭儿的时候 她发现刘伤身上的不对劲 为什么刘伤会对谭儿那么好 于是墨连城便开始怀疑 刘伤这个谋士身份的真实性 而刘伤为了摆脱墨连城对自己的怀疑 也是慢慢疏远了谭儿 但是在看到谭儿不小心掉落水里的时候 刘伤装不下去了 也正是因为这次落实事件 谭儿终于明白了刘伤的真实身份 原来刘伤就是曾经和自己经历过很多事情的墨连城 刘伤与谭儿两人坦诚不公之后 便又回到了最初亲密的关系 甚至是有一天 谭儿喝醉酒后 竟与刘伤相拥而眠 清醒之后谭儿非常的慌张 他不知道昨晚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刘伤却非常的开心 尤其是在看到墨连城过来的时候 刘伤那一脸表情嘚瑟的样子 真的是睡了谭儿还卖关 刘伤为了在墨连城面前显摆 还特意拉了拉自己松松垮垮的腰带 舍了舍衣服 而此时的墨连城在得知刘伤与谭儿睡了一夜之后 又看到刘伤的这些小动作 还有刘伤脸上嘚瑟的表情 可以说是伤心欲绝啊 没想到一夜之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小编对墨连城表示深深的同情 各位小伙伴们怎么看呢